由于此前克赤海峡危机的爆发,导致俄罗斯和乌克兰辛仇就恨一起处罚,加剧了双方紧张的政治关系,在克赤海峡爆发后的第二天,波罗申科就亲属了为期30天的借延令,旨在对俄罗斯的强烈警告。 然而,仅仅在借延令才结束几天波罗申科的这一举动,却试图再次挑起俄乌之间,关于海域的矛盾,据更新通信社12月30日报道,29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签署了关于规定乌克兰海上边境和对违法者进行惩罚的毗邻地区法,根据该款法律乌克兰控制的海上边境,将因此扩大两倍从12海里变成24海里。 如果乌克兰方面认为,海域船只违反了乌克兰的法律,乌克兰方面将有权对船只进行检查,甚至扣留船只传人此次乌克兰的新法律,不仅仅是扩大了控制的海域,还加大了惩罚的力度,很明显是极有目的性的。 从直接层面来看乌克兰此举,是为了打击部分非法船只进入到失控的顿涅茨克地区,因为亲俄民间武装的崛起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已完全摆脱了基辅当局控制。 而基辅当局自然不想看到这种局面,发生因此一直收复该地区,而切断临近亚索海的顿涅茨克的航运线,则成为了必要行动,一旦到了真正的冲出期,相信乌克兰新发布的法律将会发挥重要作业。 而乌克兰领新发令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对俄罗斯以押还押。 此前俄罗斯方面以侵犯主权为由,扣押了乌克兰的船只船员,至今仍未归还,可谓让基辅当局十分屈辱,尽管是敢怒敢言,但是却不敢正面和俄罗斯硬碰。 而现在新发令的领布,无疑是为后期扣押俄罗斯船只埋下了铺垫。 俄罗斯方面的船只得小心了,而更加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亚素海的唯二拥有者。 而现在乌克兰海上边境线的翻倍,根本无法避免侵犯到俄罗斯的利益。 本来,俄罗斯对于亚素海其实并不重视,但是现在乌克兰步步紧逼,俄罗斯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在北约国家的推动向乌克兰,一而再再而三地触怒俄罗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